蜀国和吴国在赤壁之战后建立了联盟 共同对抗北方的曹操 以维护各自的利益 然而 这个联盟中最为明显的印记 却是吴国的背信弃义 在成为刘备的盟友之后 孙权先是与刘备一起分割了荆州 却在关羽被困逍遥金时 暗中夺取了荆州 残忍地杀害了关羽 吴蜀联盟最终破裂 刘备为了替关羽复仇 清国出征孙权 最终战败于怡林 蜀国元气大伤 尽管东吴取得了胜利 却没有继续向西进攻蜀国 毕竟北方曹魏仍然存在 吴蜀若是两败俱伤 最终受益的还是曹魏 刘备死后 吴蜀之间最后的障碍消除 两国开始秘密接触 诸葛亮和孙权的密谋下 新的吴蜀联盟形成 公元229年 诸葛亮派遣邓芝 出使东吴 最终打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吴蜀重新和好 共同进攻曹魏 然而 虽然和吴国建立了联盟 但是诸葛亮从未忘记 东吴对蜀汉的背叛 特别是关羽之死 给他留下的心结 因此 在北伐之前 他总是派遣亲信将领 把重兵放在吴蜀边界 以防东吴的袭击 从诸葛亮北伐 到蜀汉灭亡的35年间 蜀国从未全力北伐 每次都会留下 大约1万兵力防备东吴 甚至在灭亡之际 也不曾撤离 这种预防措施的智慧和预见性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诸葛亮深知吴国的不可靠 他清楚吴蜀联盟 只是表面的合作 背后却充满了隐患 因此 他在对吴国发动北伐时 总是小心翼翼 不仅要为自己留有后路 在边界还要准备应对吴军的入侵 例如 在践兴四年 226年 诸葛亮准备北伐 将主营放在汉中 同时 他让驻守永安的李延 转移驻地到江州 并留下护军陈道镇守永安 永安是吴蜀交界的重镇 是蜀汉的东大门 而陈道则是刘备最为亲信的将领之一 吴勇不逊于赵云 然而 诸葛亮没有让陈道参与北伐 而是让他负责防备东吴的威胁 这是因为陈道手下都是精锐部队 而且有李延在江州坐镇 使得陈道的兵力充沛 诸葛亮向兄长诸葛姐透露了这个布置 以警示吴国不要指望重复关羽之死的被刺行动 属无边界的封锁和保卫 诸葛亮对无属边界的严密封锁和保卫 使得吴国没有机会趁机进攻蜀汉的后方 他派遣亲信将领 将最精锐的白尔兵交给陈道指挥 阻止吴国的任何侵略企图 蜀国留下的一万兵力 对吴国来说虽然不算多 但却足以牵制其步伐 遏制其进攻 这种战略部署的成功 使得蜀汉能够集中更多的力量 北伐曹魏 并且在曹魏灭亡后重新攻打东吴 而无鼠之间的猜忌和相互防备 使得吴国无法趁机袭扰蜀汉 蜀汉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安全 总结起来 蜀汉与吴国之间的关系 确实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最佳权势 尽管两国曾建立过联盟 但吴国的背信弃义和蜀汉 对吴国的警惕使得联盟从未真正牢固 通过诸葛亮的预见和保卫措施 蜀汉得以保持稳定 并最终取得对曹魏的胜利 在蜀汉灭亡之时 吴国虽然企图趁火打劫 但蜀汉的防备却让他们屡次受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划断争